各位美景朋友大家好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臺北市跨年的相關規劃 我們會採取幾個原則 第一個是總量管制分區分流 另外我們會有實名制的方式 必須量體溫身分證跟臺北通 全程要戴口罩 禁止飲食 管制區內禁止飲食 水分出外 另外最重要是必須要攜帶手機 這個區域的管制方式跟相關的 我們會隨著疫情的發展做機動的調配 所以現在為止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告訴大家 確實的人總量以及確實的區塊 但是我們會在疫情我們會有非常多的備案 等一下局長會做說明 我們會在密切觀察未來五天的疫情變化 隨時機動的調整 當然也隨時有可能在線上直播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隨時提出公告 讓大家知道 所以請大家隨時注意臺北市的相關訊息 那要跟各位說明一下在我們管制點的部分 就是剛剛如那個簡報上所出示的 我們前一個簡報上所出示的管制點的部分 在三個管制點裡面 在左側跟右側的管制點 我們會有大概一個管制點都有10個通道 10個通道讓民眾來做進入 那在仁愛路 新仁愛路廣場下面這個管制點 那因為路寬跟管制的關係 我們可能會有四個管出入口 入口通道 所以合計在這三個管制點會有 至少24個入口通道讓民眾來進場 那在這個管制點的周圍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簡報上面 虛線紅線的管制區的部分 我們都會步有出口 只出不進 有提到那個提早排隊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這幾年都會有要 因為這個看明星的表演提早來排隊的 那希望是真的等到我們的這個管制區 都維設好之後 再到我們的管制的這個出入口的地方 那只要一維設好 可以看過民眾進場 我們就會讓一時連制的這個制度 開始進行進場 管制區外本來就是一個 民視民自由活動的地方 所以它並 這個是我們就是說 還是回到八大類場所 它必須要戴口罩 然後在捷運上也是要強勢戴口罩 那他們的警局跟相關的狀況 我剛剛講就是我們會盡量勸疏導 那如果到中央宣布說這個疫情很嚴峻 然後我們已經改成線上轉播的話 我們101還是要放煙火 還是會有人跑去看的話 那個時候我們會採取比較強制的 比如說整個街區要封住 但是這個我們還在研討 我們要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哈哈 平安夜 大家平安 謝謝 再見 好